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重墨 对吧 然后我们加水啊 一开始画的时候墨不要太重啊 调淡一点的墨 我这次呢调的稍微重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之前拍视频我看的时候啊 好多朋友看不到我染色的方法 那是用花青染的 但是大家用淡墨啊 都是沿好的 我这都是沿好的墨 我不用墨汁 为什么 墨汁太难用 大家看啊 就是我的沿台啊 就这种 这种叫操手 操手啊 就这种沿台沿好的 沿好的一盖 画工笔画 很多朋友说我画完了之后怎么漏 颜色怎么跑了 你就是太省了 今天研完的颜色 明天就不能用了 然后这是色笔准备好了 那我们再准备一支水笔啊 水笔 水笔 沾好水 干净的颜色了 那我们就开始画啊 这个技法呢 其实很简单 不管你什么型 你先画一个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叶子啊 甜头 染到这儿 那你就开始染色了 对吧 然后你看 你这样往下接啊 对不对 你用这个水笔往下接 你不要带水 你看你这样往下接 慢慢的 哎 后面要收水 这样就让它过度自然了 过度自然完之后 你的水笔一定要把它在水里再洗一下 洗干净 然后 因为你这些烟 它都是带油性 特别画工笔的时候用那个油烟 油烟特别厉害 松烟还好点 像我这个用的松烟 我给大家画一个叶子啊 这个时候就应该把笔洗了 因为你看 往下接的时候 这个笔它就已经脏了 那你就往下再接一下 它不就干净了吗 对不对 这样你的这个笔的变化就出来了 哎 墨色的变化 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你再接呗 再画这一半 这一半画的时候为什么要开始再大一点 你要把这个水线流出来 到这儿都是清水了 这个叶子的形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 你就等干 等干之后 然后再在上面再浮一遍 如果要正常 还有叶子往下走 哎呀 这都相当于蘑菇了 我这样画 然后 大家看 这个前提是勾了线的啊 我只是给大家表演一下 看看 不叫表演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这种染色啊 你这个水笔一定要干净 然后再洗一下 你有一些地方 你要把它洗干净 哎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一片叶子 完了之后 你要把这个叶子 你要把这个叶子 这一半也画出来 留一道缝 是吧 完了之后 从这接过来 接过来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形了 主要是留着一个水线 哎 看这个笔 看吧 这个叶子就这样画出来了 看吧 我没有勾线 我就给大家这样画一画 其实这蘑菇画就是这样画的 知道吧 蘑菇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画的 这个呢 就是工笔的染色 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捣笔 捣笔怎么捣呢 正常捣笔 你看我们是十字形的 看见吗 这是色笔 画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捣一下 看 这样 然后再把它再捣一下 然后这样捣 啊 就可以了 但是就像拿筷子一样 看见吗 但是有些朋友不熟 不熟怎么办啊 不熟你就 你就这样画 画完了 然后再换一只 然后再这样 像我都已经习惯 我都不爱这样捣笔 我都是这样画完之后直接 这根笔我也不捣了 我就在下边 上边 然后下边就直接画了 像这个 比如干了 干了之后 那我们再画第二遍 再画第二遍 然后这样一遍一遍的 它就中了 而且又黑又透 所以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很多朋友不会用 不会用 染色就这么简单 要不然我再给大家来一遍吧 很多朋友看不明白啊 看不明白 我们再来一遍 我也特别丑有时候 有时候跟大家说吧 大家怕大家听不懂 然后不说吧 掩饰了 很多朋友也看不懂 只能就是说看悟性了 大家基本上应该这种 我的教法我觉得已经很细致了 你看 收水 看见吗 慢慢的收水 看吗 就这种方法啊 而且还有一个 还有一步啊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画这儿之后 色笔的颜色要薄 然后水笔的颜色要稍微少一点 水笔里的水要稍微少一点 你看它能往这儿引 你看见吗 它能引它 看见吗 看 用笔根慢慢的 一提 轻轻的 大家很多朋友恨不得都使劲 实际你那笔不起毛 啥起毛啊 是不是啊 就这个方法啊 大家知道了啊 好好练吧